在胡歌的多段恋情中,除了姜树英,最津津乐道的,便是她和肖佳明之间的感情了。 胡歌早年事业刚上升时就遭遇了车祸,在他人生最低谷的那段时间里,一直都是薛佳明陪在他身边,不过,在胡歌商与后,却传出了两人分手的消息,让网友们唏嘘不疑,也不少网友都希望他们两人能够复合。 胡歌和薛佳明附和的消息,便会时不时的冒出来。 有一次胡歌在接受采访时,谈到前任薛佳明,胡歌在现场落美,感慨称,她是,她是真的很好,可见两人之间的感情置身。 4月6日,有网友发文爆料车,胡歌要结婚了,新娘正是薛佳明,两人将在上海举行婚礼。 兜兜转转,两人最终还是在续前缘了吗? 如果是真的那就太好了。 要知道,薛佳明对胡歌爱得很深,和胡歌奔首后薛佳明便带出演一圈,为了走出这段感情,薛佳明前行羞发,甚至被传出看破红尘已经出家的消息。 早在一个月前,曾有消息称,胡歌要公布新恋情,当时胡歌把完成轻了此事,透露自己仍处于单身状态。 短短一个月的时间,又被爆出和前任复合结婚的消息,有不少网友表示,他俩能够结婚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,如果是真的就太美好了,兜兜转转还是彼此,如果是真的,那就太棒了。 还有网友对爆料内容深信不疑,好久之前就有爆料了,我信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